近来有不少西方媒体援引美国的官方情报称 北溪管线爆炸事件是有某个亲乌克兰团体所为 但包括美国调查记者赫什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表示 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也无法说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重申 支持安理会就此进行讨论 也敦促有关方面就此切实地回应国际社会的疑问和关切 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赫什发布 美国是北溪爆炸案策划者的调查报道后 保持了非同寻常的沉默 现在却出席一致地同步发生 面对诸多反常现象 请问美国对此如何解释 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中方支持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国际机构 为开展国际调查 保障跨国基础设施安全 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支持安理会就此进行讨论 我们也敦促有关方面 就此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疑问和关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